我姐刚当主管时的签字 于是我让她练习常用行书 刚开始练空笔经常手抖 坚持几天后手变得越来越稳 接着练习不同的线条 手变得更稳才能打好基础 练完空笔再来练习基础笔画 然后尝试学习偏旁步手 跟着字贴的解析也能写出笔锋了 最后练习行书常用三千字 其实写好字并不难 跟着字贴的顺序坚持下去 总会有进步